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附近居民表示 铁箱几年前就被安装在路口的两根木杆上 后继由于路口出现几次交通事故 导致木杆被撞 修复也仅仅是在原有基础上用铁丝进行了紧固 而损坏的木杆并没有更换 随后 记者将此事反映给了长春市春阳社区 社区的工作人员了解情况后 也来到了现场对倾斜的铁箱进行检查 热情居民反映的问题我们社区已经知晓了 然后会把这个情况汇报给那个街道 然后我们也会配合各个部门积极地解决这个问题 玄空的电箱就这么倾斜着 确实存在很大的安全隐患 看着就很危险 是的 如果掉落漏电都非常的危险 我们期待能够相互部门行动起来 快点消除潜在的安全隐患 这存在安全隐患的还有那些不守规矩的出租车 像套牌 闯红灯 不按线行驶等等 违法行为它们是时有发生 那么为了规范出租车行业 从今天开始一直到今年的年底 长城市多部门也将联合开展 打击出租车违法行为的专项整治行动 此次行动贯穿全年 重点整治出租车在禁止停车的地点 违法停车上下乘客 占用道路资源蹲点懒活 以及假牌套牌 闯红灯 国安线行驶 绕路 索要高架 黑车营运 网约车平台 为不合规车辆排单 不服从管理等违法行为 公安 交警和交通运送部门 要最大限度将执法力等投入一线 在火车站 客运站 地铁站 轻轨站 各大商圈周边进行联合寻查 做到发现一件 处理一件 会议上还表示 对于1月25号正式上线运营的 巡游出租车 专属轿车服务的系统平台 未来也是行业主管部门监督 全行业服务质量的一个专属平台 在本轮从业资格注册的过程中 所有的汽车驾驶员 必须要注册第一次出行平台账号 下一步 航管部门也会按照平台的服务评价 以及日常运营过程中的投诉 一些处罚情况 对驾驶员评定相应的等级 实行假优法流 出租车的违法行为我们必须得整治 其实平时不管是出租车 公交车还是私驾车 不管是大车还是小车 只要我们开车上路都要遵守交通 必须 毕竟这安全才是第一位 可不是吗 下面我们要说的驾驶员 他就本没把安全这事做好 开车上路发生了事故 我们都知道一般有事故 常规的流程是一旦出了事故 我们先报警 再报保险 然后再按照这种事故的认定 走赔偿的程序 这样就可以了 可是下面我们关注的这位价值员 他竟然选择了逃逸 结果在监控之下 现在原形 周月初五这天 董先生将车停放在了 农安县步行间南侧的一处 公共停车位内 可当他办完事 回来取车时发现 自己的爱车左后侧 有明显的寡蹭痕迹 而那辆肇事车辆却不见了踪影 无奈董先生只能报警 当时咱们就是领这个当事人 到这个门市房 调取一段监控 发现是一辆黑色的轿车 倒车的时候 给那个当事人车刮蹭 警方通过车牌号 最终联系到了这位 赵氏逃逸的车主 并对他进行了拼评教育 董先生与赵氏司机达成了和解 满意非常满意 半天的时间没有上 就找到了很快 出警轮输出很快 警方提醒 机动车辆行驶在道路上 发生寡蹭在所难免 出了事故 赵氏司机一定要积极承担责任 主动与对方车主取得联系 在找不到受害车主的情况下 一定要将自己的联系方式留下 或主动报警联系对方 否则一旦构成赵氏逃逸 将面临处罚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法 将对赵氏逃逸者 处以2000块钱罚款 加正继12分 并拘留15日处 我们看见如今这技术手段 它不断地进步之后 这几乎是天眼覆盖了整个揭露 每一个事故几乎都逃不了 所以说赵氏之后 最不明智的选择就是逃逸 错成加错 只能是数罪并罚 所以各位一定要引以为戒 随着北京冬奥会的火热进行 胖乎乎圆滚滚的冰敦敦 受到了大家的热捧 可以说现在真的是一吨难求 可是就在冰敦敦如此紧俏的时候 竟然有人发朋友圈说 这冰敦敦免费送 那么这事靠谱吗 10号上午开始 很多东北小伙伴都在朋友圈里 看到这样一条信息 限量版奥运冰敦敦 东北三省免费送 每人一个 转发后大家还会附带一句 我已申请 点开它这个链接之后 进入到一个公众号 上面写着需要转发朋友圈 然后回复姓名电话和地址 就接会获得免费的这个冰敦敦 然后还需要在它的留言当中 回复限量两个字 然后我就按照它这个流程往下做了 通过公众号注册消息查看 可以发现这些账号主体均为个人 当记者向微信投诉链接涉嫌诱导分享后 系统回复经何时已删除 当记者再次点击该链接时 显示此账号已被屏蔽 内容无法查看 在此警方提示大家 需要转发才能领取礼品 通常是恶意推广的营销手段 即已造成个人信息泄露 甚至财产损失 需加大加强防范 如有疑问 可拨打反诈热线96110进行咨询 所以各位要紧急了 免费送冰敦敦这是假的 不过这等值预约兑换冬奥会纪念币纪念钞 却是真实有效的 那么本次冬奥会的纪念币纪念钞 什么时间预约如何预约呢 我们通过短片来详细了解一下 冬奥会纪念币纪念钞 本轮预约时间是从2月11号22点30分 至2月13号24点 吉林省内的居民可以通过 中国工商银行 中国邮政储蓄银行 华夏银行 普发银行进行预约兑换 冬奥币和冬奥钞是分别预约的 限额均为20套 每人只能分别预约一次 冬奥金面币面额是5元 每套是2枚共10元 冬奥钞面值是20元 每套是2张共40元 当值兑换 本次预约将全部采取 线上预约方式 无现场预约安排 大家可以通过银行的手机APP 微信公众号 银行门户网站 以及微信小重序等多种方式 进行网络预约 可以通过比如说手机行 在手艺里边有纪念币预约的入口 或者是微信公众号 名字叫中国工商银行客户服务 在会商货里边有纪念币预约 当时预约的时候 它会让你选择网点 然后过了环时期之后 当时预约兑换期是2月18号 到2月24号的期间 网点兑换一页时间内 所以说如果您感兴趣的话 一定要计好时间了 订好闹钟 预约时间是今天晚上的10点30分 而我们西林地区的市民 可以在工商银行 有储银行 华夏银行的官方指定通道 进行预约对换 所以说现在就赶紧把闹钟订好 行动起来 我们要分享的好消息 还不止这一个 在元宵佳节来临之际 吉林省文化和旅游厅 又将免费发放 一大堆学厂和景区的消费券 那么这次的消费券 是景区的门票和学厂的门票 所以说感兴趣的朋友们 以下的信息一定要记好 订好闹钟准备开抢 参与方式进入即旅行 微信公众号 点击下方菜单栏免费抢票 大家可以在页面 11家冰雪企业中 选择一个学厂门票 一个景区门票 选择两类门票产品 参与抽奖活动 天津节自己本人的身份证 姓名 手机号 这样一个联系方式 选择自己喜欢的景区 或者是花学厂 就可以报名成功 然后我们会于2月15号 也是我们元宵佳节这一天 后台随机进行抽取 本次活动于每个抽奖日 随机抽选幸运用户 每个幸运用户 中奖一张门票 中奖结果将于抽奖日的 17点后陆续以短信形式通知 同时呢 在您报名这个页面 会显示以中奖 大家凭着自己本人的身份证 和中奖短信 到指定的这个中奖的景区 进行兑换就可以了 参与的学厂有 北大胡华学厂 万科松花湖度假区 长白山万达国际度假区 莲花山世贸华学厂 参与的景区有 长白山景区 长春静月潭风景区 敦化六顶山风景区 皮岩山文化旅游风景区 长颖旧址博物馆 高沟离文物古迹旅游景区 龙湾群国家森林公园 大家赶快登陆 及旅行微信公众号 参与抢劝吧 第一报道正在直播 欢迎回来 我们继续来看新闻 最近长春市青阳华府的业主 丛女士项目反映说 当初买房的时候 开发商宣称 说买房送两个车位 可是当丛女士 交了定金之后 这顾问才和她说明 说这车位也分好坏 特价车位免费送 而优质车位 还有再加钱 就是怎么回事呢 去年2月 长春市民丛女士 在青阳华府看房后了解到 买房可以赠送两个车位 觉得价格合适 丛女士便签订了认购协议 记者看到丛女士的 置业计划单中 优惠政策一览写明 此房屋9.2折 开发商赠送两个车位 11万标准 可当丛女士交付定金后 开始选择两个车位的 具体位置时 置业顾问的一番话 让丛女士倍感套路 我选了一共四个车位 她说这几个都需要补差价的 有补2万的 有补1万5的 丛女士说 买房时 事业顾问介绍的车位 都是11万的最高标准 并未表示赠送的车位 为特价车位 也并未提及 购买其他车位 还需补差价这回事 我说当时你承诺的是 免费赠送 不需要加钱 她说了 我现在这个车位是好的 必须得加钱 不加钱 这又不能给 丛女士和置业经理协商多次 也没有得到满意的答案 地产负责人表示 如果不想加钱购买车位 就只能选择特价车位 可哪些是特价车位 哪些是高标准车位 特价车位和高标准车位的 区别是什么 丛女士并未得到 青阳华府置业顾问的解答 那么丛女士置业顾问 是否提前告知 赠送车位为特价车位呢 带着疑问 记者来到了青阳华府销售中心 寻找答案 不是没有负责人在这 那这样 咱们找个销售顾问 或者前台 突充一下可以吗 那你就看看你们谁认谁 谢谢 我们想来了解一下 这个事情怎么回事 我也不在特价车位 买房车车位的事情 就是 我六二不知道 我能回首相 记者带着疑问 找到了置业顾问 销售顾问 前台工作人员 物业工作人员 可当天在场的员工 均表示不了解情况 也没有任何一位负责人 帮助丛女士解决问题 随后记者多次拨打 销售中心电话 可并未得到回复 针对此事 我们将持续关注 在生活中 深受困扰的 还有长城市民李先生 他被困扰的是 家里的宽带问题 他说 自己家办的长城宽带 突然断网了 一直以来 始终没有得到解决 想对费 却又遭遇到了拉锯战 怎么回事呢 我们来看一看 长城市民李先生 使用长城宽带 已经五年的时间了 在2021年5月份 之前的宽带套餐 快要到期的时候 他参加了长城宽带 推出的一个非常优惠 续签活动 仅需1180元 就可以享受 六年期的家庭宽带服务 可使用至2028年 他没多想便交了款 可没想到的是 2021年12月份的时候 这条宽带却断网了 打了好多次 N次 N次 打了好多好多的 客服电话 完了说给回复 也没回复 来过一次 来过一次 到这家台 说是恢复不上了 他说是光纤 是没接上 是怎么的 光纤改造 是哪会儿没接上 这也不知道 由于无法享受到宽带服务 李先生提出了 退费的诉求 长城宽带工作人员 也同意了他的想法 但是在退费的环节 却再次打响了拉锯站 那你得15个工作日 能给你退 到现在是 过了二 过多少时间了 那有一个月来月了 到现在也没退啊 我就听下 打电话追 他说那你还得等 6个月之内 能给你退 这是啥服务啊 那收钱是上门的时候 我得退 我还得等 还得等半年来 半年左右呢 才能给我退 你不开玩笑呢嘛 是不是 为了进一步了解情况 李先生再次拨打了 长城宽带工作人员的电话 可面对的仍然是无人接听的结果 随后 记者与李先生来到了长城宽带 长城办事处 这里的工作人员解释了断网的原因 网络是什么原因 因为市场改道 陆区关来 外边线路还没接上 所以说没有办法给您回复 是关来接不上 不是说像正常建路 工作人员表示 目前无法给出确切的宽带 恢复使用的具体时间 需要等待施工队施工完毕 面对这样的说法 李先生表示 不愿意继续等待 我们会把这个 这部分就是您丢失那么往事呢 给您回复上来 不说那 三晚上过通的时候 不是已经说 您也同意给我退费了吗 对啊 我搭带的话我没交 那时候你不是说 你已经交上去了吗 那年前还交上了 我就想退费一个 退费的话我告诉您 现在我已经交搭了 15个工作日 长城宽带工作人员表示 之所以前期没有给李先生 递交退费申请 他还是希望客户 能够等待网络维修完毕 继续使用他们的宽带服务 但既然李先生已明确表明 对服务不满意 执意要退费的话 他会尽快向公司 递交退费申请 对于这样的解决办法 李先生表示接受 对于此事的进展 我们栏目将持续关注 下面我们再来说一说 个人信息保护 对于每个人来说 扎紧信息防范的笼子 提高自我保护意识 尤为重要 而在相关问题的规范 和治理上面 相关法律法规也在陆续出台 接下来我们就通过 相关的案例来看一下 我们的个人信息 到底该如何保护呢 2021年3月份 长春市民红女士 先后接到了声称是 医保大厦公安机关 办案人员的电话 对方表明 红女士存在异地办理医保卡 并涉嫌诈骗 起初他的内心是迟迟怀态度的 但是对方竟然输出了自己的个人信息 这让他放松了警惕 丁队长说 尼泊卡的事 涉及到一个重大的诈骗案 这个诈骗团伙 诈骗1亿3千8百万多元 一个名字 身份证 手机号 而且把我的当时的身份证的图片 都亮给我看了 看了以后 我就真是去信了 由于个人信息被泄露 红女士相信了嫌疑人的说辞 在对方提供的所谓的线上安全系统中 登记了个人银行卡号和个人视频图像 最终40余万元卡内余额被不法分子转走 无独有偶 几个月前 一位网络博主 自述接到了一个自称深通快递员的电话 对方表示因为快件丢失 需要进行理赔 在其一步步诱导之下 受害者30分钟内被骗16万元 也许是因为他们说出了我所有的个人信息 就让我放松了一切的戒备 在当时的情况下 我完全没有觉得自己是在一个骗局里面 那么个人信息究竟是怎样泄露的呢 记者从吉林省消费者协会了解到 根据以往受理投诉咨询的经验 个人信息泄露主要存在三个方面 第一个方面 在我们一些消费场所 不经意的就把个人的信息 按照所谓经营者的要求被记录下来了 第二个方面呢 就是在一些社交啊 网络交易平台啊 因为消费者的不谨慎 造成一些个人信息的泄露 第三个方面呢 就是我们说的 现在看到快递包装啊 成为信息泄露一个很重要方面 省消息工作人员表示 在总结存在个人信息泄露的前两个方面上 与消费者日常处理 个人信息的行为习惯有关 应引起足够的重视 做好事先防范非常必要 而第三个方面 则与使用个人信息的第三方机构有关 几个月前 浙江宁波警方 侦破了一个非法获取 倒卖快递面单信息的犯罪团伙 据警方了解 这个团伙为了获取快递包含的个人信息进行非法谋利 竟然通过临时应聘的方式进入快递公司 利用职务之便偷拍快递面单照片 2021年11月1号实施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信息保护法中 在个人信息处理规则 个人信息跨境提供的规则 个人信息处理者的义务等方面 进行了明确规定 在追究不法者法律责任方面 除了给予警告 罚款 责令改正 没收违法所得等方面处罚 对于情节严重的 最高可开出5000万元以下 或者上亿年度营业额5%以下的罚单 国家出台的个人信息保护法 应该说是赋予消费者 人工保护的利器 能会使这个问题得到一些根本性的规制 除此之外 1月7号 国家邮政局发布了 关于快递市场管理办法修订草案 公开征集意见的通知 当中明确规定 任何单位和个人 不得非法使用倒卖快递运单 建立快递运单含电子运单的制作 使用 保管 销毁等管理制度和操作规程 采取加密 去标识化等技术措施 保护快递运单信息安全 不得完整显示自然人身份信息 网络时代数字信息发展迅速 个人信息四处留痕 个人信息保护法 为个人信息的处理提供了法理依据 而快递市场管理办法 则是对行业内个人信息处理的进一步完善 新规的实施 此类问题将变得有法可依了 在生活中发生纠纷 很多人会选择到法院进行诉讼 其中呢 速前调解是一个很重要的环节 这样既节省了办案时间 又省去了诉讼费用 下面就跟随我们记者的镜头 到通话县人民法院 看一看那里的人民调解室 是如何通过视频 进行诉前调解工作的 通话县人民法院 诉前调解委员会 指派调解员金正玉 也就是我本人 像你们是现在都不是同一个地方 刚刚看到的就是通话县人民法院 人民调解室的日常工作情况 调解员正在进行一起 工商待遇纠纷案件的诉前调解 通过与申请人和被申请人视频连线 将矛盾化解在源头 据了解 该起案件的申请人刘某某 在2015年11月工作期间受伤 后经相关部门鉴定为工商八级 他要求被申请人某单位 一次性给予工商补助金 21年的工资 基本工资乘于11个月 事实部分没有意见 对那个诉求43890元 可不可以根据他事情 发生当时那年的工资算 按照工商保险条例 第八章第64条规定 本人工资 是指工商职工因工作遭受事故伤害 或者患职业病前12个月平均月缴工资 在诉前调解过程中 调解员分别与申请人 被申请人进行沟通 最终双方同意 按照申请人2015年的工资标准 进行核算工商补助金 本起案件顺利在诉前得到了解决 参加这个诉前调解吧 是19年正式开始的 2020年到211年都是从这个视频调解 但成功率也都在90%以上 诉前调解就是在诉讼前 对纠纷当事人进行说服教育 规劝疏导 促使纠纷各方互晾互让 既节省了办案时间 另外调解时间地点更加灵活 诉前调解的时间设置为一个月之内 而普通的案件办理 简易程序要三个月之内 普通程序要六个月之内 在处理诉前调解案件 是不收取诉讼费的 下一步通话县人民法院 会将诉前调解推广到社区乡村 一站式多元化解决纠纷 我们来关注一下冬奥会方面的消息 昨晚7点 北京冬奥会自由式滑雪空中技巧 混合团体决赛中 中国队凭借三位四届冬奥会老将 齐广蒲 徐梦桃 贾宗阳 在第二轮的初次发挥 以324.22分的成绩 为中国队获得了一枚银牌 而本届比赛 长春市的运动员齐广蒲 也将在家门口迎来他的第四次冬奥之旅 在长春市冬季运动管理中心 齐广蒲的父亲齐俊涛 母亲杨韵玲 妻子赵珊珊和两岁女儿一家人 收看了比赛 看到齐广蒲最后一跳稳稳落地 大家都兴奋地欢呼起来 我认为他的发挥非常完美 自由式滑雪空中技巧混合团体 是本届冬奥会新增的比赛项目之一 比赛共有中国队 俄罗斯奥委会队 白俄罗斯队 加拿大队 美国队 瑞士队 六支队伍参加 根据规则 每个代表队派出三人参赛 同性别运动员不能超过两位 由于男选手普遍动作难度系数 比女子选手高 因此一般都会派出 两男一女的阵容参加比赛 中国队排名第六位出场 三名出战的队员是 女选手徐梦桃 男选手贾松阳和齐广蒲 这三人均是第四次争战冬奥会 我觉得齐浦来说发挥得很好 尤其最后一条 我觉得他跳得很完美 个人赛预赛 这个赛是15日 然后决赛是16 希望他保持现在的状态 然后拼搏一下 希望他还能继续再接再厉 吉林运动员齐广蒲 最后一跳拿到了122.17分 最终中国队以总成绩324.22 排名第二拿到了银牌 美国队摘得金牌 加拿大队拿到了铜牌 今天北京冬奥会将产生七枚金牌 分别来自于短道速滑 钢架雪车 高山滑雪和速度滑冰等七个项目 我们吉林的四名队员 武大静 孙龙 韩宇童 张楚彤 将在短道速滑项目上发起再冲力 而向奖牌也发起有力的冲击 详细情况我们来看前方记者 从张家口发挥的报道 2月11号是北京冬奥会的第七个比赛日 最令人期待的无疑是短道速滑女子 1000米金牌的产生 中国的三名女将曲春雨 韩宇童 张楚彤 都已经顺利的通过了资格赛 进入到四分之一的决赛 其中呢 来自我们吉林的韩宇童和另外一名队员 那么在这呢 也提前让我们预祝吉林的双童姐妹花 今晚能绽放 短道速滑除了产生一枚金牌之外 今天晚上呢还将进行男子500米的资格赛和半决赛 以及男子5000米接力的半决赛 为免冠军武大靖和长春级小将孙龙 将携手出战500米 四年前的平常冬奥会上 武大靖赢得短道速滑男子500米金牌 这是中国代表团唯一的一枚金牌 这次主场作战 武大靖今晚19点 让我们共同关注短道速滑赛场 一起为中国冰雪剑儿加油 回顾中国参加冬奥会的历程 短道速滑队可谓是一支实力强劲的王牌军 而在今年 这支王牌军的名单中有10名选手 其中5名都来自于吉林 冬奥会开幕以来的几场短道速滑比赛中 他们也有十分出色亮眼的表现 而在今天傍晚将举行的 短道速滑女子1000米决赛中 来自我省的韩宇童将出战 我们也期待她能够发挥实力 取得好成绩 那么在教练和队友眼中的韩宇童 又是什么样的呢 我们来听一听他们怎么说 今年27岁的韩宇童效力于吉林队 他虽然11岁才开始接受系统的专业性训练 但因为拥有过人的身体素质和能力 使得他很快在国内赛场脱颖而出 于2012年入选中国国家短道速滑队 曾经的教练提起他时 尤其感叹他是一个非常能吃苦的孩子 他平时对自己的要求是很严格的 就是我必须我得练 练到啥程度 或者我在这个队伍当中 我必须得要练到最好 我就不想当第二名 韩宇童有着强大的后城超越能力 耐性好 是一名非常优秀的长距离选手 而力量就是他的天赋 他是上肢包括对他下肢一样的 他比较均衡 而且上肢力量在女孩当中 很少有人能比他强 他力量都特别好 包括就是我们平时训练 有的就是做佛丑 或者做什么的 男孩都做不过的 不过教练和队友也透露 这样有任劲不服输的耐力型选手 在生活中是个极为腼腆的小女孩 我是觉得他是比较内向的 比较内向 就包括平时这帮孩子们 在一起房间的时候坐一坐聊聊天 很少说话 不愿意之事 说话都跟那个特别尿巧的 跟别人聊聊天都是 相对比较多才多艺 平时愿意拍拍什么古风的一些照片 谈谈情这些的 挺有意思天天 比较生活多多多才 作为一名运动员 不论是在场上还是日常训练中 韩宇童更多的还是和自己较劲 在古那位置的底下 跟那个人在连接的位置断了一点 这聊了大概也有一年多 从那开始他基本就这个起跑的练习 或者这种跳 他少 孩子挺苦的 所以他能坚持到现在 他一天比一天好 在今晚的短道速化女子1000米决赛中 除了韩宇童参战 还有一位来自我们吉林的00后小将张楚彤 也非常引人瞩目 本月17号 他还将在本次冬奥会赛场上 迎来自己的19岁生日 下面我们就跟随张楚彤的启蒙教练 来了解一下这位冰潭新秀 张楚彤来自吉林市 从小学二年级开始短道速化训练 吉林市倡议区青少年业余体校的金鸿军 是他的启蒙教练 金鸿军回忆说 初见小楚彤时 他就展现了非同一般的滑冰天赋 张楚彤是从灵机处开始 跟着金鸿军学习短道速化 五年的时间 金鸿军看着他飞速成长 爆发力强 中长距离耐力好 具有吃苦耐劳的精神 金鸿军信数着张楚彤的优势 他自身素质优越 颇具天赋 但也没有懈怠后天的刻苦努力 有一次就是我们都是下课以后 我看灯还没有关 我说哪个孩子还在里 一看他还在里头进行慢跑 弯道地进行训练 我问他为啥不回家 别人都回家了 他说老师啊 我还有些技术磨合 他还不会进行自己的教练 如今金鸿军依然密切关注着张楚彤的成长 他的每一场比赛也都会观看 作为张楚彤的启蒙教练 金鸿军由衷为他高兴自豪 这孩子自己也说 我会努力的 期待他在这个单向上能突破自己 今晚冬奥会短刀速化女子1000米决赛 中国对奥运健儿们将再次冲金 吉林省体育局组织教练员运动员一起观看今晚的比赛 而现在我们的记者小爽就在观战现场 马上连线他了解一下现场情况怎么样了 你好小爽 好的主持人我在现场正在直播 那么激情澎湃的冬奥会呢 也是牵动着我们每一个人的心 那今天呢已经来到了冬奥会的第七个比赛日了 那今天晚上的七点钟呢 我们短道速华女子1000米的这个四分之一决赛呢 也将开始征战 那么我们中国奥运健儿向韩宇童张楚彤 以及曲春雨会征战赛场 我们也希望他们在赛场上可以赛出水平 赛出自己的好成绩 那这一时间段呢 我来到的位置就是我们吉林省的这个冬季运动管理中心 那么今天傍晚呢 我们吉林省的这个体育局的领导 以及我们张楚彤和韩宇童的队友 还有他的教练也会在这里同步来观看比赛 我们公共新闻频道第一报道的新媒体平台 以及我们公众号呢 也会在这里全程为大家进行直播 也希望大家持续的关注和陪伴 那今天傍晚除了女子短道速滑女子1000米的这个四分之一决赛以外呢 还将进行的就是我们男子500米的一个短道速滑的比拼 那么我们吉林省运动员这个五大镜也会在赛场上与大家见面 所以呢也希望他能有自己的一个好的水平展现 同时呢男子5000米的这个短道速滑的接力赛 接力的半决赛也将在今天晚上同时征战赛场 所以今天晚上的这个短道速滑可以说是包场了 那大家也形容说短道速滑项目是冰上的巅峰时刻 速度和激情的这种碰撞呢 已经成为了每场比赛最大的影响因素了 所以说在这里呢千言万语啊就化作两个字加油 那么在这里我们也希望所有的奥运健儿都 他们的付出和努力都不被辜负 那以上呢就是记者小爽摄像于扬 在我们这个吉林省的冬季运动管理中心 为大家进行的实时的现场报道了 也希望大家持续关注我们的新媒体平台 一直陪伴着大家一直为大家直播 好的主持人 好的感谢小爽 相信在我们所有人共同的努力加油股劲之下 中国进而一定能够创造辉煌 我们一起期待 而说到极高集团自入冬以来 组织了系列沿着高速玩冰雪的主题活动 特别是在长长高速浑南服务区 为了缓解来往私承人员的疲劳 特别搭建了以冰雪之约为主题的冬奥体验馆 在这里呢不仅可以体验3D滑雪 还能亲自操刀玩冰湖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是长长高速徽南服务区 为了让大家感受到冬奥就在身边的乐趣呢 在这个服务区啊设置了以冬奥为主题的冰雪装饰 在这里呢不仅设置了冰雪小屋 长白山美景 还让我们呢切身的感受到了冬奥就在身边 来到这里呢是不是感觉到豁然开朗呢 没错这里呢就是冰湖场地 在辉南服务区的汉地冰湖体验区内 往来这里的私承人员都不禁的要体验上一把汉地冰湖 虽然大家不能前往北京观看冬奥会 但是在这里同样可以感受到冬奥赛场带来的体育精神 原来在电视上看感觉就是很激烈的一种比赛 因为大家要去争夺这个冰湖 自己体验之后发现这个冰湖的确是很沉的 是需要一些技巧性的 很容易就会把它就是脱离轨道 第一次自己感受到这种冰湖的运动快乐 往来服务区的私承人员不仅可以感受汉地冰湖 还可以体验三地滑雪 虽然不是驰骋在高山滑雪间 但是也能身临其境 简单地操作冰雪竞技项目 我们积极响应带动三亿人参与到冰雪运动中来 这一号召在长长高速公路 这一省内重要的流通道上 选择汇南服务区 通过装饰升级 打造成为冰雪主题服务区 让过往的私承朋友 通过这些互动走进冬奥会 了解冬奥文化 欢迎回来 您正在收看的是正在直播的第一报道 节目的最后再次提醒各位 我们的24小时新闻服务热线是 043188501234 如果大家在生活当中 遇到各种困难事 需要我们帮忙或者为我们提供一些线索 请各位锁定第一报道 我们的24小时新闻服务热线 也随时为您开通 第一时间第一现场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第一报道 下面进入今天的新闻故事会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